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跟我们说说狂潮与疯狂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迷雾 回到19世纪的中国 一段狂潮与疯狂交织的历史篇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清朝的官员 你的日常工作可能包括喝茶 写诗 偶尔处理一下政务 但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你的国家 被一群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 搅得天翻地覆 他们带来了一种叫做鸦片的神秘物品 这东西一旦吸食 就能让人飘飘欲仙 但肠子以往 却会让人沉沦 颓废 甚至丧命 这些外国商人 主要是英国人 他们发现鸦片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爱茶 而英国人爱中国的茶 但中国人对英国的羊毛和机器不感冒 这就导致了贸易不平衡 英国人的金子像水一样流向中国 而他们的仓库里 却兑满了没人要的货物 这让英国人感到非常头疼 直到他们发现了鸦片的商机 鸦片开始像热卖的爆米花一样 在中国各地流行起来 清政府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他们意识到 如果不采取措施 整个国家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引军子窝 于是 他们开始禁止鸦片贸易 下令销毁鸦片 甚至不惜与英国人硬碰硬 1839年 清政府派出了一位铁面无私的官员 林泽旭去广州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林泽旭下令严厉打击鸦片贸易 没收了大量鸦片 并在虎门销毁了两万多项鸦片 这可不是普通的烧烤派对 这是一场带着正义之火的焚烧盛宴 英国人看到自己的宝贝被销毁 自然是气得跳脚 他们认为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侵犯 更是对他们国家尊严的挑衅 于是 英国派出了军舰和士兵 准备给清政府上一堂自由贸易的课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清朝的军队虽然人多势众 但装备落后 战术陈旧 面对英国先进的军舰和火炮 简直就像是用牙签对抗坦克 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 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 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 割让香港岛 还要赔偿巨额战争赔款 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的冲突 更是两种文明的碰撞 一方面是自诩文明古国 闭关自首的中国 另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后崛起的 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 这场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也让中国人意识到 要想不被世界潮流所淹没 就必须自强不息改革开放 所以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它更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一个国家 在面对外来冲击时的挣扎与觉醒 而我们 作为历史的后人 不妨从中汲取教训 以史为鉴 不断前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炮剑外交 林泽徐与英国的对峙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时候 当林泽徐遇上了英国的大炮 而且不是 在一场友好的烟火展示中 而是在一段被称为炮剑外交的 不太绅士的历史时刻 想象一下 十九世纪的中国 一个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大国 突然有一天 一群远道而来的红衣大兵 也就是英国人 拿着他们的货物 鸦片 来到了中国的门口 他们不仅带来了货物 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 炮剑外交 这种外交方式很简单 不是用文书和礼物 而是用大炮和战剑来表达意愿 林泽徐 作为清朝的一名官员 她的任务是 打击走私鸦片的活动 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也是个行动派 她不仅下令禁烟 还封锁了广州 抓捕了外国商人 并且没收了大量的鸦片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之销毁 这可不是一般的销毁 是把鸦片混合石灰和海水 然后在众人面前煮沸 可以说是烟消云散了 英国人对此自然不乐意 他们认为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侵犯 当然 这里的自由贸易 是指他们自由的贩卖鸦片 于是 英国派出了他们的炮剑 开始了一场 名为鸦片战争的军事冲突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的碰撞 林泽徐是个有学问的人 他写信给英国女王 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 但显然 他的信可能在游递的路上迷失了 因为英国人的回信是用炮弹写的 这就是炮剑外交的魅力所在 不需要邮票 直接送达 最终 林泽徐虽然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但在技术和火力上落后的清军 不是英国炮剑的对手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 导致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中国被迫开放了多个通商口案 割让了香港还要支付巨额赔款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炮剑外交虽然能够迅速传达信息 但它带来的后果是长期的不平等和矛盾 林泽徐与英国的对峙 虽然在当时看起来是力量的悬殊 但他的坚持和勇气 至今仍被人们所铭记 而炮剑外交 也成为了国际关系史上 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篇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不平等的条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影响 好的 同学们 请坐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份 让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奇葩文件 南京条约 这份条约 可以说是不平等到 让人想起来都牙疼 但我们今天 要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它 毕竟历史虽然不能忘记 但我们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 对它抱以一丝微笑 首先 让我们回到1842年 那时个英国人觉得茶也不够喝 中国人觉得银子不够花的年代 英国人想多买茶 但中国皇帝说 不行 你们只能在广州交易 而且得用银子来买 英国人就想了个损招 他们开始大量 走私鸦片到中国 换取银子 然后再用这些银子去买茶 这个过程中 中国人的银子流失 而且很多人沉迷于鸦片 导致社会问题严重 到了1839年 清政府实在忍无可忍 派了个叫林泽徐的官员 去广州收拾局面 林泽徐干得不错 没收了大量鸦片 并且把他们统统扔进大海 英国商人损失惨重 英国政府也跳脚了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 战争打响后 清军虽然人多 但装备落后 加上指挥不力 很快就败下阵来 1842年 英军攻占了南京 这时候 清政府只好坐下来谈判 结果就签订了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这份条约有几个亮点 一割地 把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 从此香港就成了英国的后花园 二赔款 清政府要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 这个数字大到可能连皇帝的算盘都不够用 三开放港口 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 包括上海 福州 厦门 宁波和广州 英国人可以在这里自由贸易 而且还有领事裁判权 意味着在这些地方 英国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管 这份条约签订后 中国的门户被迫打开 其他西方列强也纷纷效仿 迫使中国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 加速了清朝的衰落 不过 同学们 虽然南京条约是一份不平等条约 但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 它迫使中国开始面对外部世界 虽然过程痛苦 但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争 最终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 当我们今天回顾南京条约 我们可以既感叹它的不平等 也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 明白一个国家的强大 不仅仅在于它的军事和经济 还在于它的制度和文化的进步 而这 正是我们作为学子 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后 别忘了读一读林泽徐的 禁烟 和虎门硝烟的史料 明天我们继续讨论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讨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以及与之相关的炮箭外交和南京条约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时的挣扎与觉醒 也看到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长期影响 鸦片战争的爆发 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更是两种文明的碰撞 它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也让中国人意识到 要想不被世界潮流所淹没 就必须自强不息 改革开放 炮箭外交的对峙 让我们看到了林泽徐的坚持与勇气 虽然在技术和火力上落后 但它的行动至今仍被人们所铭记 而炮箭外交 也成为了国际关系史上 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篇章 南京条约的签订 虽然是一份不平等条约 但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 它迫使中国开始面对外部世界 虽然过程痛苦 但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争 最终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的回顾 我们可以明白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不仅仅在于它的军事和经济 更在于它的制度和文化的进步 作为学子 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知识 加强自身的素质 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你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 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六度调酒大师 帮你扬身定做精美鸡尾酒 登陆或注册六度世界 选择机器人小图标 再选择六度调酒大师 就可以开始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鸡尾酒设计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你希望做一款什么主题的鸡尾酒 例如 浪漫 清新 神秘 热情的 浪漫 好的 我们将为你设计一款浪漫主题的鸡尾酒 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鸡酒 被子是狼母酒 金酒 龙舌兰 福特加 威士忌 白兰蒂 葡萄酒 还是其他 狼母 好的 狼母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可以带来甜美和热带的风味 第三个问题 你喜欢哪种口味的鸡尾酒 比如 甜 酸 苦 辣 甜而辣 好的 甜而辣的热带风景 这将是一款非常有趣的鸡尾酒 第四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果汁或者糖浆来调味 例如 橙汁 菠萝汁 橙花糖浆 樱桃糖浆等 菠萝和椰子 好的 菠萝和椰子的组合将为鸡尾酒增添热带风景 第五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中加入哪种酸味元素来平衡口感 例如 柠檬汁 酸橙汁 葡萄柚汁等 青柠檬 墨西哥辣椒 好的 墨西哥辣椒将为你的鸡尾酒增添一点刺激和热情 第七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哪种颜色 例如 红色 黄色 绿色 蓝色等 金色 太阳的渐进成红色 好的 金色到成红色的渐变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非常诱人 第八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 装在什么样的杯子里 例如 马蹄尼杯 高脚杯 短脚杯 椰子壳等 椰子壳 好的 椰子壳将增加你的鸡尾酒的热带风情 第九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搭配什么样的装饰 例如 散 水果片 花朵 草莓糖棒等 小散和花瓣 好的 小散和花瓣将使你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加浪漫和可爱 最后一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鸡尾酒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特性 例如冒泡 冰冻 烟雾 发光等 冰冻 发光 这是我为您设计的鸡尾酒效果图 希望你满意 请给这款鸡尾酒几个名字 再写一段介绍 然后告诉我详细的做法 好的 让我们称这款鸡尾酒为热带浪漫之光 介绍 热带浪漫之光是一款充满热带风情和浪漫气息的鸡尾酒 它的颜色从底部的金色渐变到顶部的太阳呈红色 就像夕阳下的热带海淡 它的口感甜辣 像是热带夏日的热情与活力 也用时 你会感受到朗姆酒的甜美 菠萝和椰子的热带风味 青柠檬的酸味以及墨西哥辣椒的刺激 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元素 那就是冰冻和发光 让你仿佛置身于热带夜晚的海滩 享受着浪漫的氛围 做法 原料 朗姆酒60毫升 菠萝汁30毫升 椰奶30毫升 青柠檬汁15毫升 墨西哥辣椒适量 冰块适量 不受 将朗姆酒 菠萝汁 椰奶和青柠檬汁倒入调酒壶中 加入切碎的墨西哥辣椒 加入冰块 然后用调酒器摇匀 将鸡尾酒倒入椰子壳杯中 注意保留一些空间 以便加入冰块 用小伞和花瓣装饰你的鸡尾酒 在黑暗的环境下 你的鸡尾酒将发出美丽的光芒 这款鸡尾酒适合在浪漫的晚餐 或者热带主题的派对上享用 它的甜辣口感和热带风情 将带你进入一个浪漫和神秘的世界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黄金签证计划的废除原因 为什么黄金签证计划被废除 德鲁卫里 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近年来引起了关注 因为一些国家试图鼓励富裕的外国人 将他们的资金投入 以换取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例如 根据彭博社本月报道 加勒比海小岛多米尼加 从出售公民身份所得的钱 比从税收还要多 该岛吸引了许多富有的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国民等人 他们在跨越边境时 经常面临困难 他们现在享受作为多米尼加护照持有人的特权 包括90天免签证前往欧盟 超过60个国家实行黄金签证或黄金护照计划 其中包括几个欧盟国家 但人们越来越担心 这些计划被由组织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滥用 这促使欧洲委员会去年呼吁成员国停止出售这些计划 爱尔兰 塞浦路斯和荷兰已经取消了他们的VIP签证计划 而葡萄牙在去年10月进行了改革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所有欧盟国家都收紧了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民的签证规定 在世界的另一端 澳大利亚本周取消了其重要投资者签证计划SIV 该计划于2012年推出 申请人必须在该国投资至少500万澳元 330万美元 458万欧元以获得居留权 根据联邦政府的说法 至少85%的成功申请来自中国国民 他们表示该计划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果 反而吸引了许多腐败官员 反腐败组织国际透明组织的活动负责人埃塔 罗斯托马什维利告诉德国之声 这些计划本质上吸引腐败官员和罪犯 如果你在逃避当局 额外的护照或拘留许可证 可能会派上用场 他说 许多国家没有建立严格的禁止审查措施 而是过于宽容 鲁莽地欢迎可疑人物和他们的黑钱 尽管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标题都集中在欧盟国家 但最大的黄金签证和护照计划在全球南方 如马来西亚 巴拿马 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酬长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汀 苏拉克表示 阿联酋每年接受5万人参加其黄金签证计划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苏拉克告诉德国之声 相比之下 葡萄牙在过去10年中批准了3万人获得拘留权 这是欧盟中最受欢迎的计划 国际透明组织一再抱怨许多政府对他们的VIP签证计划保持秘密 有些国家不要求申请人在该国停留任何时间 有时 申请标准将包括购买房产或向国家捐款 而不是可以促进经济的投资 罗斯托马什维利举了马来西亚商人佐洛 周洛的例子 尽管他在EMDB腐败 贿赂和洗钱案件中的负面宣传 他仍然能够购买塞浦路斯的黄金护照 这一丑闻始于2015年 对马来西亚的主权财富基金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EMDB造成了影响 他补充说 当揭露出错误行为时 吊销签证和护照对国家来说通常是繁琐的 塞浦路斯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才剥夺左落的公民身份 因为据报道他通过律师反击 媒体经常夸大利用VIP计划和捷径 获得公民身份的不良行为者的情况 并将其与经常面临长时间等待和繁琐申请程序 以获得居留权的普通移民对比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申请黄金签证的人并不涉及犯罪 他们只是试图为自己提供一个离开自己的国家的选择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试图对抗专制政权或不确定的未来 苏拉克说 他引用了香港的民主抗议和2016年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帕伊普 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 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还提到了 美国公民寻找离开选择的巨大增加 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拜登时代的分裂政治 美国人目前是申请葡萄牙黄金签证计划的人数最多的国家 如果你要从事某种犯罪活动或洗钱 有比黄金签证更便宜的方法 苏拉克补充说 指出波兰目前正在调查过去三年 在非洲和亚洲发放了25万个常规工作签证的情况 以换取现金 马尔他和匈牙利目前坚决抵制欧盟压力 不取消他们的黄金签证计划 布鲁塞尔已对马尔他提供约100万欧元的公民身份 提起法律诉讼 匈牙利已经撤销了该计划 但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重新启动 申请人将需要购买房产 购买当地房地产基金的股份 或向支持当地大学的公共信托基金 捐款至少100万欧元 国际透明组织的罗斯托马什维利表示 各国需要问自己这些计划 是否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积极的社会经济影响 通常情况下 情况恰恰相反 黄金签证计划与黄金护照 是指一系列国际移民政策 允许投资者通过在特定国家 进行高额投资来换取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这些计划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 这些计划也引发了对其安全性 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广泛质疑 近年来 一些欧盟国家开始取消或改革他们的黄金签证计划 爱尔兰 塞浦路斯和荷兰已经终止了这些计划 而葡萄牙于2020年10月对其进行了改革 这些变化部分是由于欧洲委员会的压力 后者对这些计划可能被由组织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滥用 表示担忧 澳大利亚政府在2021年宣布取消其重要投资者签证计划 该计划自2012年起运行 要求申请人在澳大利亚投资至少500万澳元 此举是基于该计划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 以及它可能吸引腐败官员的风险 马来西亚商人佐洛 是黄金护照滥用的一个著名案例 他在EMDB腐败丑闻中被指控涉嫌重大犯罪行为 却能够购买塞浦路斯的黄金护照 这一事件凸显了审查机制的不足 以及当涉及到高层次的错误行为时 撤销签证和护照的困难 另一方面 美国人对黄金签证计划的兴趣激增 尤其是对葡萄牙的黄金签证计划 这部分反映了一些美国公民 对国内分裂政治环境的担忧 并希望寻找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替代居住地 这些发展对国际移民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 他们揭示了全球移民和投资政策的不断变化 以及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新考量 另一方面 这也引起了对全球不平等和移民政策公平性的讨论 特别是在普通移民面临严格限制和繁琐程序的同时 富裕投资者却能通过支付大笔金钱 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黄金签证计划的废除原因 黄金签证计划 亦称谓投资移民计划 是一种国家政策 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在该国内 进行一定数额的投资来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这类计划的废除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安全和监管担忧 黄金签证计划被指容易被由组织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利用来洗钱或规避法律追究 欧洲委员会于2019年1月发布报告 明确指出这些计划对欧盟的安全和整体利益构成风险 公平性问题 公众和政治压力逐渐增加 批评这些计划为富有的外国人提供了一条后门 使他们能够回避通常适用于其他移民的严格入境和居留要求 经济效益质疑 有关黄金签证计划实际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存在争议 例如澳大利亚政府于2021年废除了其重要投资者签证计划 理由是该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国际压力 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 如国际透明组织不断提出对黄金签证计划的担忧 强调这些计划可能助长全球腐败和犯罪活动 政策改革 一些国家对黄金签证计划进行了改革 以加强监管和审查机制 例如 葡萄牙在2020年10月对其黄金签证计划进行了修改 以应对这些挑战 邹上所述 黄金签证计划的废除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对移民政策和国家安全考量的重新评估 各国政府在评估这些计划的潜在风险和收益后 决定采取行动 或是完全废除 或是进行严格的改革 以保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经济利益 欧盟国家取消黄金护照的影响 黄金护照计划的取消在欧盟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这些影响触及了法律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 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 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1月发表报告 对黄金护照计划提出批评 强调了这些计划可能对欧盟的安全 透明度和公平性造成威胁 此后 部分欧盟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和取消这类计划 这促使了对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加强 投资流动的变化 黄金护照计划的取消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向变化 原本通过这些计划吸引的资金流可能会减少 影响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1月29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经济到底在发生什么 李卫军 从科技的角度看 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本质上是追赶式增长 一个科技落后的经济体通过模仿或采用西方前沿科技 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 这一过程 发端于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资源 从农业向工业转移 以及从国有企业向乡镇及私营企业转移 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 更是加强了科技追赶的速度 30多年高速的追赶式增长之后 这样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 逐渐失速 这是因为 一 随着中国距离科技前沿越来越近 可以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 可以通过资源转移带来的增长空间也变得有限 二 工资成本的上升 使得中国逐渐失去出口模仿前沿技术的产品的比较优势 三 追赶式增长 很大程度上由债务支撑 随着经济增长变慢 形成的大量风险 如房地产泡沫 企业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 逐渐浮出水面 这些问题意味着中国需要从追赶式增长 逐渐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增长方式 即创新驱动的增长 由于距离科技前沿越来越近 模仿的空间有限 中国需要自主进行前沿科技创新 才能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这一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变得非常急迫 一 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劳动力减少 需要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率提高来弥补 二 来自美国的科技限制 目前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追赶式增长 向创新驱动增长的艰难转型中 这一转型过程 可以从概念上分解为两个平行的过程 一 中国政府通过去杠杆 主动消除旧的经济增长模式 伴随着债务风险以打击房地产行业 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和让影子银行机构破产为代表 过剩的债务下降 伴随的是与过剩债务相关的过剩产能和过剩就业的下降 这一过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都会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率引发通缩 二 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关行业 如电动车 光伏 半导体的大量投资和政策支持 所引发的创新驱动增长 这一过程倾向于增加经济增长率引发通胀 当前的问题是上述第二个过程还相对较弱 创新作为新的引擎 还不足以全速拉动经济增长 进而抵消第一个过程引发的经济下跌压力 同时 由于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失业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 个人破产 再就业培训来支持结构转型 延长了转型的时间和难度 也降低了与旧的增长模式 相关的企业和家庭的福利大量企业倒闭和高失业率 就像做手术不打麻药一样 行文至此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 是中国会不会搞大规模的凯恩斯式经济刺激 以促进经济增长 答案是不大可能 因为经济处在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 大规模的刺激 很容易流入增长空间有限 且积累了大量风险的与追赶式增长相关的行业 进而积累新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 中国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推出大量结构性改革 既可以提高短期经济增长率 也可以提高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以替代凯恩斯式经济刺激 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 说到底还是取决于结构转型的进程 对此 我目前既不悲观 也不乐观 一 对于上述第一个清理追赶式增长中所积累风险的过程 如房地产泡沫 地方债务 我认为显然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因为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资源和政策 第二是可以支持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 二 对于上述第二个 对创新驱动增长的投资和支持的过程 我认为还不够 举例来说 大学是创新支援 科学研究需要学术自由 这一点中国不具备 创新活动风险非常大 需要大量的股权投资 而不是债券投资来支持 在股权融资合同中需写明 创新企业处在不同的状态 盈利怎样分配 企业的所有权怎样改变 履行这样的合同 需要法制来支撑 中国同样也不具备 这些都是我目前对中国经济转型为 创新驱动增长不乐观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可能是很长的一个过程 五杠十年后 或许转型顺利 经济强劲增长 房地产的估值随着收入上涨 不再那么高 大量不良债务得以吸收 或许转型不顺 经济形势如同2023年一样 或许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大量失业 爆发了社会问题 走着看 恒大清算令意味着什么 彭博社 2020年出现债务违约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恒大集团 已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算 该公司负债1.74亿元人民币 和3330亿美元 超过其资产1.74亿元人民币 对于公司创始人许家印来说 这将是一个严峻的里程碑 恒大依靠大量借贷来推动其增长 并成为中国销售额最大的开发商 长期挑战将是如何分割该公司 该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仍位于中国大陆 中国恒大法院下令清算后下一步怎么办 德国之声 中国恒大表示 尽管香港法院下令对这家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进行清算 但该公司仍将继续运营 该命令是在中国打击20年来的房地产投机行为之后发布的 这导致恒大集团欠下3000亿美元的债务 该公司去年未能履行其离岸债务义务 上个月债权人拒绝了其债务重组提议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该裁决将如何影响恒大在中国大陆的庞大业务 中国大使馆在美国机场审问骚扰学生后发出警告 南华早报 中国对美国涉嫌在边境拦截中国学生提出正式抗议 并对通过美国一个主要机场的旅行发出警告 中国大使馆指责美国当局审问、骚扰、取消签证 甚至在几名中国学生抵达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时 将其驱逐出境 大使馆表示 这些学生在中国度假、前往第三国或前往那里开始课程后返回美国 但在抵达后受到长时间的询问和电子设备检查 高利率推动香港房价跌至2017年1月以来最低 南华早报 2023年香港住宅价格连续第二年下跌 创七年来最低水平 房地产市场受到高利率和中国经济低迷的拖累 12月份价格下跌约1.4% 全年二手房整体价格下跌6.7% 预计2024年上半年市场将经历更多痛苦 预计价格将下跌多达5% 然后在下半年趋于稳定 中国银行计划发行210亿美元债券已满足资本要求 南华早报 中国银行计划发行最多1500亿元人民币210亿美元的吸收损失债券 使其成为中国第一家在2025年最后期限之前解决资金短缺 以满足全球资本要求的大型国有银行 该银行将利用境内外债务市场出售债券 此前 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允许主要国有银行在2022年发行这些债券 以防止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任何潜在的不稳定 中国排名前五的银行必须在2025年和2028年之前 持有一定数量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 预计其他银行也将很快宣布损失吸收债券发行计划 中国限制卖空是遏制股市暴跌的最新举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限制卖空 试图阻止股市暴跌 自1月份以来 股市暴跌已使中国股票价值蒸发了6万亿美元 中国证监会宣布全面暂停限制性股票出借 周一生效的限制措施将影响公司员工或战略投资者持有的股票 这些股票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在股票市场交易 但仍可以借给他人进行卖空 监管机构还要求从机构投资者借入股票的证券金融公司等待一天 然后再将其提供给券商 然后券商可以将其借给卖空者 由于海外旅行减少 中国大型航空公司全年亏损 彭博社 中国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布了2023年全年亏损 中国南方航空预计 由于国际客运航班恢复缓慢 国内市场供应过剩和高油价 由于海外旅行需求疲软 国内竞争和高油价 国航预计净亏损为1.3亿美元至1.88亿美元 两家航空公司自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预计两家航空公司将于3月28日发布2023年盈利 不过 随着2024年国际航班的增加 两家航空公司可能会恢复盈利 COVID-19 研究人员对指向早期市场中心的论文提出质疑 南华早报 一项新的研究对中国武汉市场市COVID-19大流行早期正中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这项发表在皇家统计学会杂志上的研究认为 用于支持这一结论的统计分析是有缺陷的 研究人员分析了早期的COVID-19病例 发现市场是疫情爆发源头的假设尚未得到证实 他们还强调了其他地标 例如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汉口火车站 他们可能是疫情的替代中心 该研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大流行如何或从何处开始的理论 了解COVID-19的起源对于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至关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此前联合调查的结论是 无法确定市场在疫情中的作用 这项新研究认为 用于支持市场作用的统计分析存在缺陷 并且COVID-19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星将在最新款Galaxy手机中展示百度的Ernie AI 彭博社 三星电子将把百度的Ernie Bot 作为其在中国推出的新款Galaxy S24智能手机系列的主要亮点 百度的人工智能工具将协助文本摘要组织和翻译 并为三星的圈子搜索功能提供后端支持 此次合作标志着百度Ernie AI的主要采用者 并可能帮助三星在中国拥挤的智能手机市场 重新夺回市场份额 菲律宾否认与中国旧珊瑚礁问题达成特殊安排 日本时报 菲律宾否认了中国的说法 即存在临时特别安排 允许向驻扎在有争议的南海的菲律宾军队运送物资 中国海警此前曾表示 他们已允许菲律宾向驻扎在仁爱礁搁浅船只 BLPCR moderate的士兵提供食物和水 菲律宾称这些说法是凭空想象 中国认可14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及企业应用 南华早报 中国今年已批准首批商用大型语言模型LLM 共有14个企业应用程序获得批准 其中包括特定行业的模型 反映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推动力 这些批准是在2021年8月首次发布 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之后获得的 批准的法学硕士涵盖了一系列行业 包括消费品、网络安全、视频解决方案、招聘、电子商务等 中国目前有超过40个政府批准的法学硕士及相关申请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呼吁采取更大的发展举措 将更多的LLM服务推向市场 中国与巴布亚新吉内亚就骚乱后 警务和安全合作进行会谈 南华早报 巴布亚新吉内亚 PNG正在与中国就潜在的安全和警务协议进行初步谈判 中国于9月与巴布亚新吉内亚接洽 提出为其警察部队提供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方面的援助 巴布亚新吉内亚将评估中国提供的安全和治安帮助 是否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已经提供的重复 本月早些时候 巴布亚新吉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发生骚乱 造成至少16人死亡 主要零售商店被烧毁和抢劫 美国出口前景乐观 中国工业利润预计2024年反弹 南华早报 由于出口前景改善和北京的支持政策 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利润预计将在2024年适度增长 入下以来 工业利润持续回升 12月连续第5个月同比增长 年收入至少2000万元人民币280万美元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即2022年下降4%后 去年下降2.3% 分析师预测 今年中国企业的工业利润将增长7%至11% 价格反弹 美国库存见底 亚马逊展示香港未在城市中展示后的困惑 英国广播公司 由妮可 基德曼主演的亚马逊Prime剧集外籍人士 尚未向香港观众开放 该剧聚焦于这座城市的美国女性的生活 其中包括2014年呼吁自由选举的雨伞运动抗议活动的场景 但在北京实施一项有争议的新法律后 这些抗议活动就消失了 目前尚不清楚不播放该剧的决定 是香港当局还是亚马逊Prime Video做出的 此前 今年早些时候 基德曼被怀疑在拍摄期间接受特殊待遇 已绕过该市的COVID-19规定 引发争议 美国称越南是CHIPS法案援助资金的首要目标 日今亚洲 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何赛 菲尔南德斯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投资越南的半导体行业 作为减少对中国依赖的一部分 菲尔南德斯表示 美国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月份提出的建议分配外援 美国还提出帮助越南勘探其稀土金属储量 该储量在全球排名第二 仅次于中国 中国收紧股市规则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出台了收紧金融业的新规定 试图阻止股市抛售 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卖空 这是一种交易策略 交易者压住股票或其他资产价值将会下跌 批评者认为卖空是一种无情的策略 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而捍卫者则认为卖空有助于发现资产的真正价值 此前 监管机构在过去一年推出的一系列非正式措施 未能稳定金融市场 中国股市的抛售引发了人们对其经济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影子银行所面临问题的担忧 此外 中国一度繁荣的经济正在急剧放缓 今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 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预计将持续到2024年中期 彭博社 由于需求疲软和持续的房地产危机 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预计将持续至少6个月 经济学家预测 衡量整个经济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评检指数将至少再下降两个季度 由于家庭对房地产市场缺乏信心 房地产低迷被视为罪魁祸首 通货紧缩压力和房价下跌 给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带来重大挑战 尽管经济学家小幅上调了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测 但这些数字仍低于一些经济学家猜测的 中国政府今年可能设定的5%的增长率目标 经济学家还预测 短期内消费者价格将继续低迷 本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仅上涨0.2% 财政支持的紧迫性加剧 经济学家呼吁在2024年下半年 采取更积极的货币刺激和宽松的住房政策 以稳定房价 美国希望云公司在中国人工智能竞赛中 透露外国客户 彭博社 美国政府正在提出一项规则 要求亚马逊和微软等云服务提供商 调查并披露有关在其平台上 开发人工智能AI应用程序的外国客户的信息 该规则将要求这些公司披露外国客户的姓名和IP地址 从而允许美国限制中国公司访问培训 和托管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 该提案是拜登政府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 和人工智能潜在军事应用的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法案导致股价暴跌后 要民生物否认首席执行官与军方有联系 彭博社 在美国立法提议禁止该公司参与政府合同后 要民生物开门公司股价下跌 该立法旨在阻止要民康德和其他中国生物科技公司 声称他们由共产党控制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要民生物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质疾合同研究和生产组织之一 要民康德称 拟议法案中所谓的调查结果既不合法也不准确 并表示其业务不会构成安全风险 分析师警告称 美国的提议可能会转弱投资者信心 并重新引发低渊政治担忧 北京政府提前17年偿还债券以节省利息 日经亚洲 北京市政府正在探索提前偿还专项债券 以节省利息成本 据报道 政府通过在2023年提前还款 节省了超过70%的利息成本 8月 北京偿还了20年期特殊用途债券 3900万元人民币550万美元 比到7日提前了近17年 该债券筹集的资金投资于多项基础设施项目 2015年推出特殊用途债券 为商业上可行的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提供资金 提前偿还政府债券 可以为地方政府节省利息费用 但可能会导致债券持有人的收入损失 新华社称 中国将把三家坏账管理公司并入中投公司 彭博社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 中国计划将其三个最大的国有坏账管理公司 并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这是该国价值1.24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 此举是中国机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中投公司的成立是为了监督中国部分外汇储备的投资 但其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公司 也是国家持有中国许多最大金融机构股份的主要工具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新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d尝试吧 我 自己来 吧 请继续 都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它的肤质是什么类型的呢 例如 干性 油性 混合型或敏感型 这样我可以更好地为你推荐适合它的护肤品 混合型 了解了 谢谢你的信息 那么你希望这个礼物是在线购买并直接送到它的地址 还是你亲自去店里购买并亲手送给它呢 在线购买 即送到家 好的 我明白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购买一套护肤品套装作为礼物呢 这样可以让它体验到多种产品 很好的主意 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信息 这里有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护肤品套装 Tekcha the Starter Ritual Set 这是一套日本品牌的护肤套装 包含了清洁 保湿等多种产品 适合混合型肌肤 First A Beauty Skin Care Kits and Gif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 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Polus Choice Facial 与Travel Skin Care Se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 也非常受欢迎 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New Red Skin Care Ki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 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Stree Vectin Skin Care Se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 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你可以根据他的肌肤需求和你的预算 选择最适合他的那一款 至于贺卡 你可以写上这样的话 亲爱的 他的名字 祝你的假日充满了爱和欢乐 希望这份礼物能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自信和美丽 记住 你是最特别 最美丽的自己 祝你假日快乐 爱你的 你的名字 六度职场加速器 帮你提供职场建议 登陆或注册六度世界 选择机器人小图标 再选择六度职场加速器 就可以开始了 你好 很高兴能够帮助你制定职场提升方案 让我们开始吧 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 目前是华尔街一位分析师 很好 华尔街分析师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位 你目前的年薪是多少 目前年薪是十万美元 了解了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 你对你目前的职业满意吗 如果不满意 你希望改变什么 不满意 压力太大 而且今年裁员很多 我担心我的工作明年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会被裁掉 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你的担忧 转型为自由职业者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你希望转型为什么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有没有特定的领域或行业你特别感兴趣 我想考虑建立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你可以利用你在华尔街的经验和知识 你有企业管理或创业的经验吗 没有 了解了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是否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 如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等 对 愿意 很好 这是成功的关键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 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 嗯 我是六度万事 我这就搜索论坛热点 帮你查找 嗯 你给我画一张卡通形象的马斯克 祝贺习近平春节快乐的贺卡 嗯 快来看看我的作品 还满意吧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非常多的消息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局势 那么昨天晚些时候我们就注意到 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士宣称 已经向在雅丁湾行驶的一艘美军军舰发射导弹 而随后呢 白宫方面进行紧急回应表现 表示已经出现了多名伤亡的情况 那么在昨天晚些时候 我们也看到拜登总统表示会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做成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 我们叫做反应 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具体的行动计划 我们也知道今年年初开始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已经连续对于也门的胡塞武装发动了多轮的空袭 现在呢 整个地区的局势仍然是相当紧张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大选刚刚开始启动 现在已经进入到某一种胶着之期的情况下 有关于中东问题已经成为了拜登总统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立场相当不受欢迎的一条外交政策路线 那么在未来中东的局势到底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是不是又会有一次漫长的中东战争由此开始啊 郭敏先生 现在这个拜登总统首先是会遇到来自于国会的这个压力 按照国会和民意来讲 如果美军 美国人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的话 反击是美国的一种传统的做法 但是如果真正的反击的话 就跟拜登总统现在已经深陷在多个外交战场的一个陷阱 不可自拔又增加了难度 无论是在南海 台海 还是在俄乌战争 还是加沙战争 再加上红海的这样一个危机 如果真的是把美国再拖回到中东的话呢 那就是这些年美国的和平努力就会出现了问题 这个对现在的安全系统 美国国安系统 这个沙利文他们是巨大的压力 上个星期和王毅进行了会谈 王毅这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似乎是跟伊朗进行了某一种打招呼 但是这种打招呼啊 在美国看起来的力量是太弱了 在星期六的时候 美国的一位官员就跟记者透露 说没有什么突破 实际上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它在中东的力量远远不如美国介入的那么深 它大部分都是跟各个国家有这种经贸关系 但是由于中国和伊朗和沙特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的 确定大大的增加了中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力量的想象力 但是但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让中国方面单方面的给这个伊朗施加压力 而不给予伊朗一个适当的回报的话呢 这个伊朗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小九九吧 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美国的多层的外交战略思想的一个 一个需要修正的问题 如果这个事情不修正的话 美国还会称呼未来的这种战争之路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那全球的经济又会再一次受到创伤 现在就看看今天国会和法律党他们的看法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点评 接下来要说到这周末热播的一部Amazon Prime上面的新剧 那么叫做Expat 我们叫做在香港的外国人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 那么其中尼可基德曼所饰演的女主角 那么此前也是要到香港去拍片 但是因为疫情相关的限制 还曾经引起新闻界的注意 这一次这一部新片拍摄之后 却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嘲讽 其中之一是虽然地点情形设在香港 但是剧中的很多人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那么没有说粤语 那么这个Lulu王整个小说的原作者也解释 说现在是因为粤语或者叫广东话 是一门消逝的语言等等 当然了最引起大家注意的 还是在剧中所描述的这一些外籍人士在香港的生活 看起来似乎是勾心斗角 还有一些无聊啊 那不知道想要有没有注意到这一部剧 有没有看这一部剧 对他的印象又如何呢 这部剧我没有看 但是他现在是在这个亚马逊的prime video 这个频道上是在播出 那这个整个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2014年的香港 已经是十年前了 但是综合过去的新闻的报道 因为这一部剧涉及到了之前的香港雨伞运动 在香港 香港的观众是没有办法看到这部剧的 那这一部有的翻译叫做外籍之人的这一部剧 讲述的是在香港生活的三名美国女性的故事 这个尼可基德曼我记得是澳洲国家 但是这不重要 那尼可基德曼本身不仅是主角之一 他同时也是这个剧的执行制片人 这个剧其实也有香港本地的演员参与 陈慧山 这个剧的开发是由韩裔的一个美籍女作家 她的小说来改编的 是在亚马逊进行首播 那导演也是一名华裔叫做王子毅 这部剧的前两期对香港的观众也被列为 你如果在香港 你确实没法在亚马逊的他们的prime频道上来看 那将于202月16日播出的这部剧的倒数第二集中 将会出现具体的这个2014年的雨伞运动 那雨伞运动 大概可能这个如果说你可能还有一点印象 它是发生在2014年9月至12月期间 历时近80天 也是香港历史上一个大型的争取普选的一个抗议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也就不具体说了 只是因为我们介绍这部剧多少也是因为 因为这部剧涉及到了雨伞运动 它的这个在香港的播放呢是出现了一些波折 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和明先生 嗯对我正好看了这个剧啊坦实的说啊 我们因为对妮可的一种欣赏嘛 或者是她的演技啊或者是怎么样对这个电影呢是抱有某一种期待 看完之后啊基本上就是一批无病身赢的人啊 对这样一批人士的生活在香港 我是多少是有所接触的 因为他们往往是西方的高管啊在香港 那么实际上他们跟香港本身的社会啊 关系除了到超市啊或者是 餐馆去吃个饭以外啊 其实他们跟香港的社会是 没什么关系啊 里面的高兴倒角你放在任何一个场景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很多的细节啊还是演得非常的细腻 表演演员都演得很起劲 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无聊的啊 无病身赢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小众化的 没有反映着那个时候的香港的这部分精英分子的真正的变化 这种变化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 那个时候的住在半山啊香港半山的啊 或者是在中环上班的这批人啊 相当多的已经不是外籍人士 而自于来自于欧美的这样大远大陆级的这些精英分子 在这点基本上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要反映了现在的一个影视的一种危机 就是纯文学性的艺术性的电影 确实是要走破走出现在既要有市场又要有很好的表现 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电影界基本上认为是 就是走上了一段末日吧 就像一种传统的报纸和杂志样的 只是说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死死法啊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电影出来 那个电影出来啊不知道电影现在的亏损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但是就是说你拍不定 基本上就准备亏吧 而且的观众也会比较少 当然了这个电影是不是在这 因为这个政治的议题会增加它的观看 观看度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一般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啊 那么说到香港的话题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新闻 也跟香港有关 就是恒大终于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盘了 那么现在呢恒大将正式开始漫长的清算过程 我们也知道恒大在2021年的时候出现了债券违约 那么之后呢就触发了和债券人漫长的谈判了啊 但是整个这个谈判重组啊是一拖再拖 那么有网友计算啊 说中间总共是被拖了七个回合 最后啊真正出现一个破冰点 是许家印以及恒大的多位高管 因为涉嫌犯罪问题 而被中国官方控制住啊 导致整个情形进一步恶化 而在刚刚过去的1月29日 香港高级法院正式宣布 耐心已经耗尽了 对于恒大进行清盘清算啊 想要有没有关注到相关的新闻 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 对于恒大本身股价的影响啊 嗯这个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 恒大从我们关注啊 多年前关注到现在 它还是一个负债2万亿元人民币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一家房地产商啊 那因为自不抵战 那它的债务重组方案也缺乏进展 所以遭到了香港法院颁领清盘的 现在最新的一个结局 那根据法官的说法呢 恒大可能也会更换领导层 那恒大的恒大自己的管理权也交会 交予那些专业做清盘的人和专业的人士 而股份可能会长时间处于一个停牌的状态 那么恒大现在的执行总裁肖恩啊 对于这个清盘那回应的说法就是说 哎对法院的颁令清盘的感到非常遗憾 但是也说啊 这是香港法院颁布的算是境外的清盘令 涉及的主体呢 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 而目前恒大集团还有其他主体的境内外子公司管理的营运体系啊 仍保持不变啊 恒大自己也会努力尽一切可能去保障境内业务的经营和稳定 那文部推进保交楼等重点的工作 又会积极与清盘人士沟通 依法配合清盘人旅行相关的程序 根据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会推进债务化解的工作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这个香港上市的这个恒大的这部分呢是要被清盘了 但是呢 在中国大陆在这个中国大陆上 相关的这个恒大的业务啊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该建楼的还是建楼 该交楼的还是要交楼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香港的法院去勒令 香港在香港的恒大这部分的产业要进行一个清盘的动作 的确啊想就说到关键点上了 真正大家现在关注到的还不是恒大到底能不能够还清债啊 那我们说将死之需啊 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恒大悲剧是一出又一出的上演 真正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外国投资者或者是离岸债权人能不能够在清盘中啊 得到公正的对待 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恒大现在在内地仍然有很多的项目 离岸清算人到底有没有权对于内地的资产进行查封呢 如果我们看到香港和北京在2021年所签署的有关的协议 中国大陆的法院是会承认香港法院指定的清算人 也会允许债权人控制恒大在大陆的资产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迄今为止啊 香港方面向中国内地法院提出的五项请求中 只有一项被获得了批准 其他的几项啊是多次被推迟 那么也有法界分析啊 说恒大这个清算呀 会进一步对于外国投资者考验投资中国的信心 是一块赤金石 这个国家是不是会对于外国投资者公平对待呢 还是下面首先牺牲掉的是外国投资者啊 债权人的权利能不能够得到尊重 这可能是未来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那何明先生你怎么判断 这件事情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啊 嗯这个案子你们两位都评价的很对啊 它的经典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中国大陆内地的司法 民法和香港的这个司法民法之间的一种对接关系啊 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了这个很多年 但是两地的法律的不对冲啊 是因为两地的法律的品质和法律的体系是根本不同啊 一个是海洋法一个是这个成文法 所以未来这个事情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通过这样一种案件本身的冲突啊 会把中国的民法体系啊 那么进一步跟国际社会的一种打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 也许的冲突会很多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了 为什么这群人呢在清算之后也感觉到恐慌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因为 因为真正的宏大的资产还是在内地 嗯好谢谢这个和民先生的点评啊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呀 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一条消息 之前在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有一些留学生啊 在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入境美国的时候 似乎是同一位海关的官员 对于他们的对待引起一些争议 认为有歧视中国学生之嫌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啊 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是正式提高了外交抗议 并且警告留学生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入境 可能会遭到盘问等等等等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大使馆所给留学生的建议是什么呢 除了选择其他机场入境之外啊 带好相关的证件文件之后 还说需要对于你签字的文件都做复印处理啊 认真核对相关的内容 索要备份留存证据 未来啊可以通过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进行投诉 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啊 那么有关于这个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啊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到底是这个机场某一个工作人员本身的执法的问题 还是某一种啊可能正好是很多学生从这个机场入境 因此在这个机场入境遇到问题情况就比较多 美国从不同的机场入境真的是在执法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吗 何明先生以你的观察怎么看 嗯这个方面可能层次会比较多啊 因为到美国来的留学生确实也是数量非常的庞大 那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对这些这么庞大的人员之间的 这种争辩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从他们内部可能的这个工作指引来讲 要比较注意这个中国人是可能的 因为中美关系这种状况之下 那么另外一个杜勒斯机场有可能是比较特别 因为我之前看到的一些数字啊 他们还具体针对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 那这样一个处理呢 光是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的压力是没有用的 最关键是要看美国海关自我的那种监察系统 他们最后面在甄别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人实在是过分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啊主权的地方 都是有这个完全自由的材料权 就好像你到这个美国的这个驻中国大使馆去办签证 对方给你驻这是完全可以不给理由的 反过来讲中国给外国人也是这样 早一段时间网上出现台湾的这个事情的争论 说如果我有了日本国籍 有了这个美国国籍 我到台湾去就你根本就拦走不了 这种这样一种缺乏最基本的常识的说法呀 流行了我也感觉到很遗憾 实际上台湾就拒绝了不少 拥有美国国籍的人 而美国不会给予这个抗议 除非这个人是真正明确的显示出来 比如说他要关注台湾的人群问题 或者是某些事情可以引起人群团体的抗议 大家还记不记得吗 美国曾经拒绝了国际法庭的对美国调查的这些人的签证 这些人是来调 他是国际法庭啊 他是来调查美国有没有在战争中间侵犯这个权利啊 按照维护人权的这种角度来讲 美国应该是欢迎的 以美国医官的探讨 但是当时候的国务院就是取消了他们的签证 对吧 所以主席国家在面对这个签证的时候 他是有很大的自由材料权 我曾经听见一个美国朋友就跟我说 那么他说 哎呀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呢 觉得我们的这个海关效率太低了 我很丢脸 但是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 灭到全世界这么海量的 而且不同国家的这个来访的人 如果你在美国的JF开机场 肯定的机场你中共就知道了 一架飞机是成都中来 一架飞机从非洲来 一架飞机从南门来 所以他这个海关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整体来讲 我觉得美国海关还大致上是一个直观不错的一个体系 但是你倒霉碰到了一个人 你真的是有时候头痛 我以为那些留学生感觉到很痛心 留去看了这个案例之后 那现在你这个没有办法在改变对方之前 还是尽量的行不要去这个机场 好 那么有关于这个机场本身 某一位工作人员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大家介绍 至少是有零星的证据显示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们 美国的各个机场入境在执法文化上 还的确是有区别 那么之前大家可能听说过叫避风港城市 这样的一个说法 讲的就是当时前总统川普下达了禁务令之后 美国有一些城市表示 他们的城市是移民的避风港 那么当时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部门还特别写信给国际学生 就是如果你来自穆斯林国家选择入境美国的时候 可以从避风港机场入境 不受到当时的行政禁令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限制 那整个美国这个国家层次是非常多的 对不是联邦法律一直说了算 更不是总统禁令一直说了算 所以大家需要对于相关的规定 以及自己的权益有更好的了解 和平先生 对实际上国际上的海关也在进行这个改变 比如说你从这个澳大利亚来 你飞到这个美国 美国说你不能入关 一下子你要倒回去几十个小时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有一种改革方案 就把海关设置到了你登基的这个国家 比如说你在这个巴黎 那现在美国和这个加拿大就很明显 很多你进入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关的时候 不需要在美国入海关 你在多伦多或者在温哥华就可以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话呢 那就大的降低这个 承开可能面临的一个恐慌 你如果不获资格你在当地 再去补办手术或者是解决方案 你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 非常非常的疲劳了 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能 如果H1年非常昂贵的机票在返程 这个确实是一个灾难 好 当然按照何明先生的说法 未来干脆不要有什么身份绿卡 整个全球应该是打通了 暂时好像还离那一步比较远 体有 灾快 垃圾 这